旺角殺街原來有這樣的啟示? 另一先生,你怎麼看? 什麼事呢? 當然是近來人人都說的旺角殺街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就覺得殺街無可口非 因為表演者真的不自律 不過表演衍生的問題 都真的沒有消失 有什麼衍生問題? 香港不夠地方讓你表演 很多在旺角表演開的人 已經說要轉戰尖沙咀屯門 轉戰尖沙咀和屯門有什麼問題? 對,另一先生 當然有問題 那兩區可以表演的地方 都只有露天場地 你有看新聞都知道 多少街坊投訴噪音、霸地等等 最終未來不了了之 現在加上新的表演者 你想想都知道有多吵 尖沙咀和屯門這些附近有居民的地方 當然是不行 那叫表演者去中門給人表演的 康民處場地和西九文化區便可以 那些地方表演有時間限制 加上氣氛怎麼夠旺角熱烈 人流又少 比你是表演者 你都不想去吧 你說到表演者 我聽很多年輕人說 都好像不太喜歡他們的表演者 這件事你又怎樣看 另一先生 你說的是很多年輕人不喜歡 但你不要忘記 表演者有很多中老年的粉絲 你不要因為他們年紀大 和口味不同 恨他們行不行 那又不是恨 不過事實上不喜歡他們的人又不少 另一先生 你覺得怎樣才可以減少市民對他們的不滿 這時候參考極限運動的場地安排 最適合 有關極限運動時 當然有關 極限運動好像踩板 社會上有很多人都覺得是邊稱的活動 但後來政府放本去宣傳 發展極限運動場地之類 很多極限運動都被社會接受 香港還開始有代表去參加國際性比賽 另一先生 你即是說政府好像發展極限運動般 去發展街頭表演 那些表演者就可以得到社會支持 除了政府出力之外 區議會配合監管都很重要 當然啦 表演者都要自律 那才有望爭取到社會認同